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有轻松简单的语言能够更好的向大家去介绍 大家也更容易吸收 所以就把很多前辈们写的悬术类的书籍 关于往文化历史方面的中心 变成旁边的这一本绘本 然后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写作 我们一直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在学习 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然后就出了好多作品 然后希望用这些比较活泼可爱一点的画风 我们把这些作品能够让更加多人去了解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与世界 我们讲的中国与世界 广州这个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广州它是一个港口 而且距离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 它是最近的那个港口 所以从古到今 广州这个港口对于中国面对世界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一个大门 然后世界在古代是怎么了解中国的 怎么认识中国的呢 那广州实际上就是代表 很大一部分的中国 2000年前的时候呢 就由广州成了 准确来说是2207年前 刚才有个小朋友说到秦始皇 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呢 也再次派大军来领南的这里 平定了领南 领南这个地方呢 在这里设立了三个郡 建立了第一个广州城的城墙 那广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城了 当然后来呢 我们知道秦朝一世 第二世就怎么样了 第二世就天下大乱 楚汉相争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秦兵 秦兵的将军呢 就在领南这里建立了 第一个地方政权 就是我们广州的南粤国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在粤秀区城市的 最中心的位置 就在北京路那里 有一个南粤王公遗址 那个地方2000年前 我们就开始有广州城了 在那个开始有城 在那个年代开始了 就开始与世界交流了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因为2000多年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航海的积数可能还不是很完善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很神奇的是 我们现在猜一瞅吧 就是古代的南粤国时期呢 它已经有出海 航海的这个经验了 所以呢 它在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和外国的文化 开始交流了 我们在南粤王公遗址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那个潘鱼 潘池 以前的古代广州叫潘鱼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潘鱼 以前古代广州城的名字 就叫潘鱼 就是出自于南粤王公发现的 这一个潘鱼的这个遗址 潘鱼的遗址 它的石头的拼法呢 实际上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 那个石头的拼法呢 是很相似的 就感觉上 文化方面有某种交流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 老神 举流石区上面 砌的这些石块呢 也和这个古印度的神殿里面的石块 很相似 因为古代的中国建筑物啊 大部分是土木结构的 就是用木头来起柱子 土块来做砖块来砌墙 很少用石头 而在南粤王墓发现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代表着在两千多年前 广州已经和世界有所交流了 后面就有更加多的证明了 在南粤王墓 就是南粤王第二代的王 赵莫的墓里面呢 发现了一个波斯银河 就是古代波斯国和南粤国 交流的一个证明了 波斯是哪里啊 今天的中东地区 波斯在哪里呢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 那个时候的波斯银河 已经在南粤国出现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波斯银河呢 还是中西合璧的一个产品 当年的南粤王呢 他拿到了这个银河以后呢 在他的底盖子的上面呢 装了三个青铜的钮 然后在他的盒子的底部呢 还加了一个青铜的底座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见到 中外合璧的 就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 合作的一个产品出现了 包括在皇宫里面出土的 香河里面的乳香 也是中亚地区的特别的产品 主要在约旦河 目前有的这个乳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中国它并不是一个 就从古道基 并不是一个密封 就一个封闭的一个城市 并不是一个isolated country 它是在两千多年前 在这个重要的古代广州的这个港口 已经和外界有所交流了 旁边这个是美国大都会国 黄金做的同款的波斯金河 所以千年商都这个概念 我们就一直在推这个广州 千年商都的这个概念 商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来的 在古时候 就是人们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交流不是很容易的时候 没有网啊 没有手机啊 没有internet啊 没有那个网络平台 可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 那么商业呢 就是古代的遥远的国家 和国家之间交流的 几乎是唯一普通的 所有的其他的国家 认识中国的众统呢 那就只有在商品上面 因为商品是必须品 大家商人做生意 是可以赚到钱那是吧 他们把中国的商品 带回自己的国家 又把自己的国家的商品 带到中国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交流 那么呢 说到做生意呢 我们肯定都不开 陆地丝绸之路 和航上丝绸之路是吧 那我们广州与世界的联系呢 主要是通过航上丝绸之路的 在远古时期呢 大概只有这一片地区的 国家和民族有能力 就是印度洋附近的 还有中亚附近的国家和民族 有能力航海来广州 欧洲人呢 实际上来中国是很困难的 他们要不然这样走陆路过来 但是航海呢 要兜过非洲 是一个很远的一个事情 但是15世纪大航海时代 在开始以后呢 欧洲人 他们航海能力变强了 船也变得更加先进了 也可以运载更加多的货物 这个时候终于可以 兜过非洲的好王角 然后来到中国这个东方的神秘国 来和我们这边 做生意的同时 产生文化交流 所以就有了我们明清时期的 广州洋货十三行 The Thirteen Homes 十三行呢 它是在我们广州立湾区的那个 文化公园附近 有一个十三行后馆 那里是十三行的椅子 那么当时的十三行呢 是非常受全世界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有三件货品 是黑科技 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来中国 买这三件货品 这三件货品呢 是瓷器 丝绸 和茶叶 这一项东西呢 只要放在市场上面呢 就会被抢购一空 然后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当年从瑞典来的商船 哥德网号 它来回广州一趟 的利润 就是瑞典一年的GDP 全国的收入总值 所以是一个很夸张的天文数字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呢 也是利用 当时他们做出来的这些货品 与世界产生交流 然后世界呢 也是通过这些货品 是去认识中国的 所以 这个就是当年十三行 马上 吴炳健 就是当年的十三行呢 成为了世界的贸易中心 世界的金融中心 加贸易中心 很多服务就有了 因为来的船很多 货物也很多 卖出去的货物也多 买回来的货物也多 然后大量的白银呢 也堆满在了中国十三行的这个位置 所以当时的 清朝的屈大军先生 写的《广东新语》里面 有一首诗是形容十三行的 扬传争出士官商 十字门开向二扬 五思八思广断行 钱银堆满十三行 就是证明了当年的富有 然后这一位老哥呢 就是颐和行的总行商 吴炳健先生 我们也看好多个名字 他叫浩冠 他的英文名叫浩冠 他是当年的世界首富 注意啊 不是中国首富 是世界首富 他的财富很夸张 然后 好 那么既然 大家都来广东做生意 那么大家一定要交流 是吧 交流的话呢 在古代呢 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 可以在国际学校里面学英语 刚才小朋友们的英语水平都很棒 随时可以和外来的朋友们交流 但是当年的交流实际上很困难的 所以呢 在初期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叫做广东英语 或者叫Pitching English 这个很神奇的一种交流方式产生 然后传教士马里庆先生呢 也编写了第一套的中文和英文之间互换的字典 叫做华音字典 这套说挺有意思的 然后里面主要是要来讲英语的这些欧洲商人们 希望他们能学会 你猜是学会什么语言 中文 中文 粤语 你看Pitching 中间是英文 Why do you strike him 这边是中文广东话 那边是广东话的发音的音标 有人可以懂出来吗 是这个味道的 是这个味道的 很有意思 当然就是有这些专门学习粤语的Pitching English出现 然后还有广东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Pitching English 然后还有广东人学英语 那广东人怎么学英语的 那当然是用粤语的文字来学的 广东的家长们应该可以读出来 They are Englishmen 佛导 伦敦 我们的English speakers Do you understand this Cantonese If I speak it out It sounds a little weird right But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伦敦 He He Say hello He has several 他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商人 这些 非常有意思 以前我们有专业的预言可以去做 但是 两边的文化都为了是想尽办法和对方沟通 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做声音 要挣钱 大家一起来挣钱 是吧 那么 我们也可以在广州的非语中寻找 中国语世界观众 其实非语 我今天选出来的主要就是 呃 当年食尚行时期卖出去的 货品 products 那些货物 首先就是王彩词 王彩词 那它是世界认知中国的其中一个窗口 因为当年的商人们 来到广东的这个 航海的商人们 买走了大量的广彩词 他们是在词器的画面上面 里面的人物 里面的花卉 里面的动物 里面的小故事里面 去了解中国 去认识中国的 所以呢 比如说 这个就是十三堂 这个就是十三堂的 定制的广彩词 当时呢 他们也把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所居住的这个十三堂 画成了定制画 然后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个 叫潘去瓦的一个 七型的一个瓷器 然后带回自己的国家 做留念的 所以呢 就变成了这种 特殊的广彩词呢 也是一个中国公司 和外国公司 共同开发的一个产品 共同开发的一个项目 因为中国人 你知道这个碗有多大吗 所以 你们猜一下这个碗有多大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用来吃饭的话 那可能要吃很多年啊 所以呢 这个碗呢 并不是用来吃饭 你看那个饭碗这么大 这个碗这么大 这个碗呢 叫punch punch bowl 是用来喝punch的 喝杂果冰制 这是喝活酒的 这个时候呢 这种特殊的产品呢 就不断的产生 然后 你看 在欧洲的宫廷里面 开party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punch bowl 然后呢 这种货品呢 到了欧洲以后呢 还会 二次加工 就好像上面这样 把这个瓷器 加上一些铜件 铜流金 铜流金 变成一个更适合 宫廷里面使用的器物 所以呢 文化交流呢 实际上不断的在这些方面产生 还有文章词 Mario 这个看起来是很欧式 实际上也是在广州做的广彩词 这些是欧洲家族的一些文章 the code of arms 然后 把这些文章绘画在瓷器上面定制 然后自己家族专用的瓷器 那是一个 就对当时的家族来说 是一个很牛的一个事情 有自己专用的定制机器 这里有一些 关于文章的小知识 时间关系 我这里就不细节深入了 因为这个好复杂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 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总统 他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成功以后 美国独立以后呢 他就有一个 翻了一个愿望说 我们终于可以自己开船去中国 买船业了 然后呢 就众筹了一条 然后这一条船叫 中国皇后套 The Empress of China 然后就 还是众筹了 这条船 当时 然后就来到遥远的 中国 广州买中国的货品 当时呢 他亲自订了几百件广彩池 就是 现在我找到的这个 新西纳迪广彩池 还有 有丝统 丝统呢 就是这一个也是 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 product 一个货品 它是一个中国人和西班牙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产品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Mentón de Manila 就是西班牙语的 马尼拉 大披肩 这个意思 实际上呢 就是在广州定制的广秀的大方巾 大披肩 然后在定制好 在中国定制好这个方巾的大披肩以后呢 修化工艺 然后西班牙人呢 还会在方巾的周围做那个编织 就是那个编织那个碎碎 那个西班牙的手品 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以后呢 完成了这个 风靡全世界的一个货品 当时所有的女孩子 女士们呢 必然要买一个这样的披肩 披在身上 实际上我们现在还会买这种 丝巾 H开头的那个品牌 就有很火的这个丝巾 售办 然后 这个 就是这一个fashion style 这一个风格 就是源自于当年的马尼拉大披肩 为什么叫马尼拉大披肩 因为当初的西班牙呢 在马尼拉那个港口 分销这个货品 就在中国买了以后 在马尼拉那个地方 加工一下 然后分销出去 以分销的那个地点 命名这个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 在世界上 大家都把它重置为 马尼拉大披肩 以后我们走佛门的时候 在博物馆里面 如果看到呢 一件这样的东西 上面写的Man counting Manila 你就知道 是来自广州的广秀了 当年 人手一件的破名 然后还有茶叶 茶叶啊 就简单一点了 因为茶叶呢 不可能保存到今天 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的呢 只有茶叶盒 然后呢 但是通过 我们出口的茶叶盒 是不是和我们家里用的茶叶盒 还不一样 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更精致是吧 那因为茶叶宝贵嘛 所以更精致 那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是在上面 它有个钥匙口 谁家的茶叶盥 要锁啊 是吧 但是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茶叶这个货品 当年对于 这些全世界的商人 是多么的珍贵 它需要锁着来保护这个茶叶 据说钥匙只有两条 一条是家里的女主人拿着 另一条是家里的管家拿着 为了防止被家里的用人们 偷那个茶叶拿去卖 怎么和那走 当然就不敢了 偷一点点 偷一点点 大家不觉得 就有可能了 所以才要上锁 所以呢 我觉得说了这么多 我总结一下 就是 我觉得 我在写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我发现广土文化 是属于我自己的文化了 在我刚开始写书的时候 我是远远不够了解 属于我自己的文化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去写作的过程中 逐渐慢慢的 好像拼图一样 一块一块的 把属于我自己的文化 慢慢描绘清楚 虽然说 我还是觉得 我现在的 了解的东西 还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我呢 更也希望 在未来的创作中 继续去学习 然后其目的是什么呢 其目的是 向更加多的人去推广 向更加多的人去了解 王土文化 特别是 王土文化 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刚才听了很多 小朋友的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呢 当我们的下一代 走出国门的时候 那么 小朋友自己本身 就代表了自己的文化 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东西 就代表了你自己的国家 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是要 真正当你走出国门的时候 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得到的 我呢 就希望 大家呢 能够多一点去 关注去学习 刚好我们在广中嘛 学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么有一天 我们走出国门去交流的时候 小朋友呢 你们又是 打算怎么样去传播 属于自己的文化 好 谢谢大家